武汉肺炎疫情严重 尤其不少的医护人员 不眠不休地投入救治工作 有咖啡店干脆每天两次 送咖啡来到医院 甚至还有来自伊朗的员工 为了要和武汉站在同一阵线 坚持不回家 每天暖心送咖啡 你辛苦了 武汉加油就是这种 满满指代布满咖啡店 店员的手不曾停过 一天上百杯的免费咖啡 送到医院里 为的就是要替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加油打气 那天穿着防护服 上完七个半小时白班 买了好多咖啡 一口气就干完一杯 可能太渴了 来不及尝到什么滋味 那里面还出现了外国脸孔 还忙着准备送货到医院 原来他是名伊朗人 不愿回家 目的就是要给他们一份心意 我们的国家 在那个飞机 但是我 你自己选择不回家 因为这个时间很重要 他们会喝这杯咖啡 会有点开心 咖啡店的暖心之举 也获得大陆网友响应 店家更说要把所得 统统捐给医院 不过在大陆四川 还是有人不怕疫情 爱打牌的他们 被连抓三次不怕 干脆要他们成为 防疫宣传员 另外的呈防方式也让网友 苦手不得 在大陆黑龙江 更有一对夫妻 看到自己的社区 大门遭封闭进不去 居然动起歪脑筋 用指甲剪把封锁线 给剪断回家 夸张行径全被拍了下来 最后被警方抓回 还被行政拘留五天 东方讯论综合报道